在美国工作要多心情 才能补足英文不够好 43岁的苏秀莲 之前在美国加州大学担任清洁工将近三年 但有一天校方说他们语言能力差 解雇整班清洁工 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校方不满他们参加劳工运动 拿蔡英文当借口 我们是会识听 还有我本身我个人是有一个清洁牌 他们的简单沟通 我们都可以互相和他UCS的清洁 我们是有沟通的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定要英文或者不需要英文 我都在他做了两年工作 那两年我是怎么做过来的呢 因为他没有别的职能 被解雇失业已经快两年 还要养家到现在都还靠政府补助度日 其实我和很多同事都很简单 我们只是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我们不希望我们来到美国是这么堂皇 生活是这么困难 我们没想过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这么惨 议会主席也强调不想看到任何歧视 加州大学回应苹果 当时校园扩建需要短期工 去年决定重新招聘正式员工 受到300多份申请 否认也不公平对待前员工